有中国网友发布影片说 他在中国银行广东省惠州市 佛罗园州之行取款时 存款10万元人民币却只能取款3000元 被银行要求提供第三方证明 才将钱取出 中国银行客服回应称 这是为了防范诈骗 消息登上热搜榜引发热议 表示钱被挪用了 亏空了 经济完蛋了 银行没钱了 北京市盐庆县 13名法轮功学员在23号同一天被绑架 另外有两名家属也被同时绑架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 斯威特博士表示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是非法的 中共将为非法迫害行为承担后果 在经济持续低迷 中共国际亏损严重之下 铁饭丸也不保 国资委官员日前宣布 国有企业到2025年 必须普遍推行管理人员 默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制度 分析认为 这是经济不景气之下 要求国企变向裁员 但进入国企的权贵阶层 不会真正被触及 随着中共当局对网络的控制逐步收紧 香港媒体在中国大陆的业务也受到限制 香港卫视在中国的官方账号 28号突然遭到全网封杀 引发网络关注 官方没有公布香港卫视封杀的具体原因 但有网友认为 极大可能是该账号的很多内容 揭露了中国社会的阴暗面 有为官方要求的主旋律 西唐人亚电视 真理报导